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邦 何鸿燊可以成为澳门赌王 最重要的就是他身边有不少的人才 其中啊 李慧文堪称是何鸿燊的头号虎将 说到李慧文 许多人可能不认识 但是如果没有他 何鸿燊家族至少要少赚几百亿 李慧文是澳门博彩业的 元老人物 他个人的身家也高达几十亿 后来他更是把自己的女儿 朱里月华培养成香港女首富 让家族在香港显赫一时 李慧文曾经为何鸿燊主持 普京黄金厅 成为何鸿燊的左膀右臂 李慧文出生于广东东莞 在澳门 李慧文被人称为福哥 李慧文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拉斯维加斯工作 当时他是凯赛航工的 赌场顾问 专门负责亚洲VIP客户的 信贷业务 正是因为在拉斯维加斯 多年的工作经验 李慧文回到香港之后 就被何鸿燊 力邀加盟澳门博彩公司 许多人都知道 过去普京最大的收入 就是来自于贵宾厅 特别是那些超高筑马的贵宾厅 比起大厅的那些散客 贵宾厅的大豪客 才是赌场的大客户 当年香港电影大亨 曹达华曾经把整家电影厂 都输给了何鸿燊 这就是发生在贵宾厅的故事 曹达华输掉了电影厂那块地 后来价值高达1500亿 李慧文当时帮何鸿燊 打理五个贵宾厅 其中包括了最著名的 普京黄金厅 李慧文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就拥有非常多的亚洲客户 这些客户资源 后来都被李慧文带到了普京 李慧文打理的黄金厅 每年的流水数以百亿 甚至千亿级别计算 李慧文个人也可以从中抽水 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李慧文为人还十分地讲义气 在澳门拥有非常高的江湖地位 李慧文也是一个爱国人士 李慧文的女儿朱里月华 曾经移民去美国 后来在附近的影响力 放弃了美国的生意 跟国籍回到中国创业 李慧文的人脉十分惊人 除了跟何鸿燊关系密切外 他跟郑宇童 刘鸾雄等香港顶级富豪 也是好朋友 朱里月华十三岁就被父亲送到美国读书 随后朱里月华在美国认识了自己的丈夫 毕业之后朱里月华留在了美国工作 之后又在美国开了房地产公司 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朱里月华在美国就拥有一万身家了 当时朱里月华在美国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 也成功入籍了美国 有一次朱里月华回到香港探望父亲里汇文 朱里月华这次探亲也感受到祖国快速的发展 朱里月华认为在美国的生活太轻松了 他应该回到祖国 投身祖国的发展大潮里面 不过战争要放弃的时候 朱里月华还是足足考虑了四年 这其实都是人之长情 毕竟朱里月华在美国已经加大业大 不过四年之后 在父亲李汇文的劝说下 朱里月华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跟美国的声音 回到了香港重新开始 朱里月华最初还是希望回到香港 经营自己的老本行房地产 不过朱里月华回到香港之后才发现 香港的房地产跟美国不一样 香港房地产的发展空间非常小了 因为几乎都被四大家给垄断了 这个时候李汇文告诉女儿 自己有一个朋友要退休 计划把自己的金融公司转让 朱里月华认为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香港不仅仅是地产的世界 更是全球有名的金融中心 在附近的帮助下 朱里月华成功收购了这家公司 拿下了金融的牌照 随后朱里月华在香港开了一个小小的证券行 朱里月华跟丈夫两个人一起重新做起 在朱里月华的创业过程中 李汇文的人脉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汇文把郑玉彤、刘鸾雄、李泽凯等大人物 都介绍给了女儿朱里月华认识 后来朱里月华的公司也逐渐成为这些大亨的御用证券行 朱里月华也成功在香港赚到了第一桶金 朱里月华之后又看中了一个新的义务 那就是内地公司赴港上市 朱里月华专门收购壳公司 然后转卖给内地的公司 帮助他们在香港上市 朱里月华也因此被称为香港可后 多年来经守朱里月华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 至少超过150亿 朱里月华不仅仅自己赚到钱 还帮助了很多内地公司成功的上市集资 获得了更快速的发展 建用父亲的公司 朱里月华又跟何超琼 还有梁安琪都成了闺蜜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朱里月华的情商至高 我们都知道何超琼跟梁安琪的关系 朱里月华却可以同时跟这两个人成为好闺蜜 那没说明他的情商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现在朱里月华已经逐渐把附近的人脉 变成了自己的人脉 两年之前朱里月华60岁生日 他去韩国庆祝生日 逐租去了400多个明星富豪名流 朱里月华后来又进入了澳门投资博彩生意 拿下了好几家酒店 并且从何家分到了一些赌桌 如今朱里月华已经建立了一个 涉及金融、博彩、酒店投资的庞大商业帝国 他的金立峰公司上市之后 朱里月华成功以170多亿美元的身家 成为了香港女首富 李慧文培养出一个如此出色的女儿 也确实是难得 何鸿燊是一个著名的爱国企业家 李慧文可以成为何鸿燊的好朋友 跟头号虎将 自然价值观也是跟何鸿燊一致 李慧文跟何鸿燊的价值观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朱里月华 那个时候香港许多人的梦想就是移民 看到80年代跟90年代香港电影人就知道 朱里月华却是好不容易移民了 却选择主动地放弃 不过如今朱里月华的成功 也说明了他当年放弃美国国籍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朱里月华的最近几年在内地也不停地投资 另外在慈善方面 朱里月华的贡献也非常大 朱里月华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自己的奖学金 用于奖励那些出色的科研人员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应给赌王擦身子 他差点成为第五仪态 被棒到鸳鸳后赚一亿 许多人眼中护工是一份不光彩的职业 更何况许多护工都会与主人产生感情的纠葛 这也让儿女们不想给爸妈雇佣护工 其实请护工方便了很多 有些儿女无法亲自照顾父母 而护工则代替了儿女照顾父母 但是你能想象到吗 赌王最后一位喜欢上的人是护工 赌王离开人世之后 护工获得了一亿元 自从赌王离开人世之后 大部分人都比较关心何鸿燊的遗产处理问题 虽然何鸿燊娶了多个老婆 但是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不错的遗产 赌王何鸿燊一生娶了四个老婆 甚至小老婆嫁给赌王时 赌王的年龄已经超过了60岁 而他的老婆当时仅有29岁 尽管许多网友都不看好这段年龄相差太大的婚姻 甚至还有人认为两个人不会相处太长的时间 虽然何鸿燊已经向四太梁安琪承诺 自己并不会引起新的老婆 你是最后一个 但是好景不长 赌王依旧没有停止沾花惹草 甚至动了娶其生子的念头 而随着赌王的身体出现了特别大的病症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比较忙 那怎么办呢 请护工 虽然丈夫向他承诺了感情之事 但是梁安琪始终不放心赌王身边出现貌美如花的女人 为了防止赌王产生娶其生子的想法 梁安琪特地请来了不太漂亮的郑勇师 自从郑勇师成为了赌王身边的护工之后 两个人经常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 郑勇师不仅要为赌王擦拭身体 还要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包括上厕所等等 而郑勇师也不会出现特别烦躁的情绪 两个人经常谈心 了解完郑勇师后 赌王发现自己慢慢喜欢上这个小护工了 而郑勇师也喜欢上了何鸿燊 当赌王提出迎娶郑勇师的想法之后 梁安琪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梁安琪想到 有一个人曾经照顾古王 最后变成了三姨太 如果自己不反对 这位护工可能就是五姨太了 所以梁安琪用尽各种方法 防止赌王迎娶新的老婆 自从赌王得知四姨太的想法之后 就放弃迎娶新的老婆 但是为了弥补郑勇师 赌王特意送了护工一亿元 这种结果对于双方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四姨太不用担心老公迎娶新的女人 郑勇师也不会为了嫁入豪门而争宠 况且当时赌王已经88岁了 郑勇师嫁过去也没有几天好日子过 应给赌王擦身子 差点成为五姨太 被棒打鸳鸳后赚一亿 这一亿人民币对于女人来说 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郑勇师完全可以拿着这笔钱 过上特别幸福的生活 应给赌王擦身子 净赚一个亿 这位护工差点就成为五姨太太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